你是不是也曾经接到过业务员的电话 要你去购买他们公司的股票 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在还没有上市之前 就要你去购买他们的股票 后来我去研究了什么叫上市公司 什么叫上贵公司 什么叫上新贵 又什么叫IPO呢 底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义 什么是IPO啊 IPO就是准上市贵公司的一个流程 进行初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前段作业 一家企业在上市贵之前公开抽签的前段作业流程 我们就把它称为IPO 那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有 像大陆欧美日韩香港还有新加坡等等 那什么叫做新贵呢 政府它为了使未上市股票交易有共同的平台 还有公开的报价 建立的一个市场 就叫做新贵 目前未上市股票主要是透过未上市盘商进行撮合买卖 最常发生的弊端就是买方买到假股票 或卖方卖了股票却拿不到钱 诸如此类的争议如果真的要走到法律程序的话 对一般投资人来说非常的麻烦 耗时的耗力 所以呢 政府建立了新贵市场让未上市的股票能够在公平可信赖的平台上交易 保障投资人买卖 双方的权益也就是说你要买卖新贵股票在股票市场是OK的 你去证券券商那边告诉他们你要买什么的股票卖什么的股票 这是公开发行是OK的 但是他不能够在网路上下单 他必须办自动化必须跟营业员就好像以前还没有网路的时代打电话 或者是跟营业员讲说我要买卖新贵股票这是OK的 那怎么样去登录新贵呢 依照现行法令的规定 只要是公开发行的公司 并且经过两家以上的证券承销商申报辅导 由这些证券承销商做推荐 就可以向柜台买卖中心申请登录新贵股票 而当这项申请案经过了柜台买卖中心核准之后 就是问题中所提到的获准登录新贵了 由于主管机关只是要让未上市股票交易台面化 所以只要申请书齐全并不会有特别的审查 因此公司登录新贵其实和正式上市贵并没有关系哦 所以投资人不应该误认为登录新贵就等于上贵或上市哦 在登录新贵的条件和一般申请上市贵也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你要申请上市贵必须有一定的设立年限 获利标准还有股权分散程度等要求 但是新贵市场由于目的在于使未上市股票交易台面化 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基本条件 公开发行申报补导两家推荐之外 并无需任何的设立年限 获利标准等其他条件 也就是说即使刚成立或亏损不少的公司都可以登录新贵 没有特别的限制 登录新贵和上市上贵的关系 在目前法令的规定下 公司在申请上市上贵前 必须先登录新贵市场满6个月 所以一般最快在登录新贵市场6个月后 就可以申请上市上贵 但是这并非绝对的 可以登录新贵的公司不代表他就一定可以上市上贵哦 也不代表什么时候一定会申请上市贵 因为申请上市贵有前面所提到的设立年限 获利的能力 股权分散等等条件 所以即使登录新贵也必须等到符合上市贵标准之后才能够申请 那什么叫做上市贵公司呢 左边这边有讲到上市公司的条件 第一个要届满5年以上 第二个资本额必须在近2年内达到新台币3亿元以上 第三个最近1年内不能够有亏损 第四个营业利益及税前存益占实收资本额比例 最近2年必须要达到6%或最近5年达到3% 这两者其中符合一个 那我们看右边的上柜公司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他届满2年以上 第二资本额必须在近2年皆达到新台币5000万元以上 第三最近1年内不能有亏损 第四营业利益及税前进益占实收资本额比例 最近2年皆需达到4%或最近5年皆达到2%以上 所以你看左边上市公司条件跟右边的上柜公司条件 红字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差异 结论呢 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上市公司在设立时间资本额获利能力三方面的资格 远比上柜公司还要更严格 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在集中交易市场做买卖 由台湾证券交易所运筹帷幄 而且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公信力早已为广大的投资人所接受 而上柜公司呢 由早年的电头交易进展到目前的柜台买卖 在历史、规模、公信力等各方面均不如集中市场 因此一般公司所发行的股票 均以上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是直接进军集中交易市场而成为上市公司 第二阶段才是上市 那新柜里面呢 有很多公司窝了很久 但是它始终没有办法上市柜 还有更多公司为了上市柜会在新柜的那几年美化财报 一旦上市柜之后卖股票后就百烂的大有人在 对要注意哦 好 那我们来了解IPO就是整个上市柜的流程 最佳筹资的时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A区段啊 就是未上市股票的交易 那这个未上市股票交易呢 很简单就是 譬如说我以前在电子工厂上班 那公司就会配给我们股票 可是呢我们公司还没有公开上市柜啊 也没有登录新柜 所以这些股票能不能买卖 可以 但是是在台面下做交易 就是说我可以卖给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也可以卖给我 或者是我可以卖给我的朋友 好 这种私底下做交易 那他就会真的一张一张的股票 可是他就是有我们刚刚讲到的风险 如果你们是彼此不认识的话 那你拿到股票 或者你付了钱 有没有拿到股票 或者是你股票给别人了 但是有没有收到钱 这个有时候会引起争议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这个就是未上市股 那B区到C区这个阶段呢 他就是公开发行阶段 然后到登录新柜阶段 一直到C点是核准上市的阶段 然后挂牌交易之后呢 5天内涨跌不受7%的限制 这个就是 蜜月行情 真的挂牌上市柜的时候的蜜月行情 当然他上市柜之后他可能会有震荡有上有下 那真的上市柜之后呢 他有可能会 在这个震荡期之后呢 突破再成长 就一路往上飙 然后或者是呢 他过了蜜月期就一路衰退往下掉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在稳定区的地方呢 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在于 B一点到C一点的这个距离 这个就是 资本成长期 就是IPO的一个流程啊 从A区的未上市股到 B区的公开发行 登入新柜之后 然后再到C区的核准上柜 挂牌交易 一直到挂牌交易之后呢 就正式上市柜了 那就可以让一般投资大众在 网路上下单 这就是股票上市之后的一个成熟期 所以呢 在股票上市之前的这一段稳定区呢 就是新柜股票 那这个新柜股票呢 虽然你看起来是稳定的 但是 你怎么知道哪一些股票是新柜股票 而且他一定会上市 或上柜 这个就是 最困难的投资眼光在这边 好 搞清楚了这些名词之后呢 有一个中心的提醒 就是投资并没有百分之百获利的这种好事情 还有呢 投资请使用闲置的资金 不要用吃饭钱去做赌注 然后呢 不要把命运交托在别人的手中 除非你能够掌握 还有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你在投资之前 请仔细做好研究 否则你就是在做投机赌博 请不吝点赌博